六月中立院要審大法官提名 因为马英九时代替的 最后四位大法官将卸任 未来将创下十五位大法官 全是蔡英文提名的世界奇迹 摊开蔡总统签选的四人名单 由最高法院法官蔡采真 监察院秘书长朱富美 台大法律系教授陈忠武 以及律师游伯祥 清律色彩浓厚 朱富美丈夫检查总长形态招 更是狂起诉马英九的达马汉将 未来夫妻党将掌握台湾省检大权 而周波翔过去不但曾当过 太阳花学运辩护律师 昔日占领政院案 还在法院外骂法官 更担任过促转会兼任委员 跟顾立雄要好 陈忠武则曾在党产会表示 要加速转型正义 朱博翔太阳花的辩护律师之外 还担任过什么促转委员会 政党形象意识形态是极为鲜明 只要跟民进党表过态 就可以高深被提名为大法官 南军炮轰四位大法官 清一色一路效忠民进党 蔡总统将独揽大权 司法恐怕彻底沦陷 未来四五位大法官 全是蔡总统任命 影响是什么 本该是正义最后一道防检的司法 如今防检在那 只需蔡总统一句话 恐怕也让百姓不敢报任何希望 记者谢宏如林璇台北报道